又处在风口浪尖了,现今的穆里尼奥,很像我们上学时的老师,嘴里最常出口的那句话是,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, 然后当他带下一届的时候,还是这么说,下下届,还会这么说,穆里尼奥最近几年就是如此,他的执教生涯似乎应该从2010年作为分水岭,2010年之前,他是不可阻挡的魔力鸟,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主教练,他率领波尔图,国际米兰拿到欧冠冠军,将切尔西打造的铁血雄魂,将自己的金字招牌不断地放大, 可是,2010年之后,穆里尼奥的形势就日渐示威,越发不济,尽管也经常能够斩获各国联赛冠军,但是总体来看,已经不是第一梯队的名帅范畴,并且他的牢骚也越来越多,对自己执教的弟子也越来越不满,就像中国的一些老师一样,比如执教黄马,何庚一是不牧,二次执教谢尔西,何庚一是撕裂, 此分来到曼联,再次出现问题,上上各赛季,穆里尼奥来到曼彻斯特,伯格巴是带着一种投奔的心理,一亿欧元身价来到曼联的,可是师徒的优秀关系,质量好的维持了不到两个赛季,本赛季已经彻底出现问题,最新的记录显示,穆里尼奥和伯格巴在训练场上发生局语, 孰是孰非呢,应该说双方可能都有问题,而最新消息显示,穆里尼奥曾经在谢尔西执教,以及后来在黄马执教,时都带过的爱心,站出来替老师说话了,水牛的话很有深意,老师的话,你只要听着就行了,此举很明显,就是在支持穆里尼奥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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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